地球七十亿人,两个人走到一起就是缘分 缘分让你我相遇,彼此更加要好好珍惜,相濡以沫 深到骨子里的爱情,应该是化爱情为亲情 已经成为彼此不可或缺的人,或大概就是有一天晚上 你加班不在家,我都会害怕,担心 因为我们彼此都是对方最重要的人 经历了繁华,剩下的都是最真实的 因为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彼此 爱吃什么,爱做什么,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 喜欢看什么样的电视,都已经了如滋葬 而且在一起久了,两个人的脾气也都会时间磨尽 更多的是爱护,体贴,也许你偶尔会发个脾气 但我都知道你是为了我好,所以我能接受 再一个是我已经知道你发完脾气会怎么做 所以我还是很欣慰 互相包容,互相鼓励,互相理解 人生就是这样慢慢走过来的 看着身边的孩子慢慢长大,别提多开心了 想起刚带孩子的时候各种吵架,各种矛盾,各种苦恼 都烦得一夜一夜的睡不好 现在也是一种美好的回忆吧 爱一个人不光要爱对方的优点 一定要学会宽容他的缺点 因为每个人的脾气都不一样 也许你认为是一件小事 可在对方的心里就是一件大事 性格也是如此 有的人性格张扬,有的人性格安静 有的人性格平稳,有的人性格浮躁 所以要学会包容 不管怎么说,男主外,女主内 一起散扬好老人,教育好孩子 为了两个人,更为了一家人 一起红红火火的把日子过好 把爱情的灯永远点亮 最后祝大家有情人忠诚眷属 在一起的人幸福,安康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